在古代的皇宫,宫女们被认为是最底层的人,她们的身份低微,待遇也极为艰苦。 当一个女子被选中成为宫女,等待她们的往往是残酷无情的,她们会被剥夺一切个人隐私,并受到严格的管束和监视。 这里是妙文史,带您一起了解宫女进宫前被如何处理,订阅我,一起畅游历史。 首先,新进宫的宫女会被强制下药,她们会在无意识状态下被带到一个特定的地方,这个地方就是专门为新进宫的女子进行静身的地方,在静身的过程中,被选中的女子们会被包取所有的衣物。 彻底被检查身体,以确保她们没有任何对皇帝有害的物品,这个过程是非常严苛和羞辱的,因为宫女们会被一群身穿军装的宫廷侍卫围着无一丝一毫的隐私。 经历了静身之后,宫女们要进行严苛的训练和教导,她们需要学习宫廷礼仪、文学、音乐、舞蹈等,以容纳皇帝的各种喜好。 同时,为了确保她们的忠诚度,她们会接受心理和道德的洗礼,不断灌输,奉行孝顺、忠诚、勤劳的思想。 这些宫女们没有自由,被截断了与外界的联系,整日里只能侍奉皇帝和内庭的事务。 在宫廷中,宫女们的生活并不美好,她们常常面临着各种艰难的局面。 首先,她们要与其他宫女进行竞争,争夺皇帝的宠幸,虽然进入皇宫的宫女数量众多,但能够真正接触到皇帝的机会却并不多。 宫女们为了取得皇帝的青睐,会全力以赴地学习和讨好,也会互相勾心斗角,甚至不惜出卖彼此。 这种竞争使得宫女们的生活充满了紧张和压力。 其次,宫女们往往要忍受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苦痛,由于长时间被封闭在宫中,她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往往受到极大的影响。 缺乏运动和户外活动,以及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,使得宫女们很容易变得虚弱和抑郁。 同时,她们还要忍受皇帝的奢侈需求和变态癖,有时甚至需要忍受身体上的痛苦。 然而,宫女们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虽然进宫做个宫女是她们的起点,但并不代表终点。 一些宫女能够通过自己的机制和才干,逐渐获得皇帝的赏识,甚至成为皇后或贵妃。 在皇室中,她们的地位转变了,不再是底层的宫女,而是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女性。 即便宫女们能够获得皇帝的宠爱,她们也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。 由于皇宫内斗和权力斗争的复杂性,她们经常陷入困境和危险之中, 她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,不容有丝毫的失误。 因为一旦失宠,她们的命运将会迅速逆转,甚至丧命。 众所周知,在我国古代的时候,是属于封建社会的统治时期,最高的统治者被称之为皇帝。 古代人的思想比较封建传统,非常的重视子嗣的传承,认为子嗣越多,家族的就会变得越繁盛,传承的时间就会越长久,尤其是一些王公贵族。 特别是皇帝所代表的皇族,对于血脉是非常看重的,皇帝被看成是天选之子,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,作为天选之子,出生自然也是与众不同的。 在我国古代的时候,男尊女卑,男人是刻意三妻四妾的,就别说皇帝了,皇帝拥有些自己的后宫三千,时不时的还会进行选秀,宫里最不缺的就是美女了。 皇帝的喜新厌旧程度也是非常厉害的,作为天下最高的统治者,自然有很多女人想要嫁给皇帝,不管是出生于贵族的女儿,还是出生于平民百姓家的女儿,都想要进入皇宫,成为皇帝的女人,生下皇帝的儿子,从此荣华富贵一生,但是皇帝只有一个,所以他们想进入皇宫,赢得皇帝的宠爱,也是非常困难的。 中间也要经历很多的障碍,有的人会如愿以偿,但是有的人却会失败,只能够成为一个宫女,但是入宫做个宫女,也有接近皇上的机会,所以入宫的女子还是比较多的。 古代人的思想比较传统,是非常重视女人的贞洁的,尤其是作为皇帝,自然也不想要戴绿帽子,皇上有着后宫家里三千,为了避免自己戴绿帽子。 避免皇室血统遭到混淆,自然也不放心,有其他的男人待在后宫,但是后宫中有一些比较繁杂的工作,是女人做不了的,只能够男性来做。 所以太监这个特殊的群体就应运而生了,他们进宫之前都需要接受晋身,晋升之后,他们失去了作为男人的尊严,也没有了男性繁衍后代的权利。 有的男人进宫当太监是想要吃饱饭,有的人是想要出人头地,相信大家也看过很多的古装剧,对于太监这一个群体还是比较熟悉的,太监是封建王朝的一种特殊产物。 但是这种产物确实有备于人性的,其实不管是皇帝还是皇帝的嫔妃都是有着自己的担心的,皇帝害怕男人进入后宫,霍乱后宫,皇帝的妃子也是害怕其他女人进入后宫的,害怕她们跟自己争夺皇帝的宠爱,皇帝可以正大光明地阻止男人进宫,但是后宫的妃子自责不能,所以对于进宫的宫女都是持敌式态度, 害怕威胁到自己的态度。万一皇帝哪天宠幸了一个小宫女,这个小宫女又肚子非常的生气,结果怀孕生子,母以子为贵,这个小宫具也是麻雀变凤凰了。 古代女子的地位是非常的低下的,这些宫女在皇宫里都是伺候人的奴仆,地位如同草芥一般,甚至还不如一些太监,而且想要接近皇帝上位不是那么容易的, 所以一些有心机的宫女利用自己的美色去吸引皇子,希望通过皇子上位,皇族也有自己的办法对待这些宫女,为了防止皇族血脉泛滥,对这些宫女也会实施一种女性的净身之术,非常的残忍。 到了唐朝的时候,为了保证皇族血脉的纯净,皇宫中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部门,专门给宫女做净身。 他们会提前准备一些给宫女缓解疼痛的汤药,是类似于麻肺散这样的东西,宫女在服用过后就会感觉到有些麻醉, 然后这些太监就会用一种特殊的工具来破坏女子的子宫,让子宫脱落,从而达到绝育的效果, 这样残忍的手段也是让人不寒而栗,古代的医疗水平是非常的落后的, 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的女人,因为这样特殊的手术而丢掉自己的性命, 也让人不得不感叹,女子在古代的地位卑微。 等发展到宋朝的时候,这样对宫女的净身手段就有所改善了。 在服用过麻药之后,太监们会用小锤子敲打宫女的腹部,致使宫女的子宫脱落, 从而达到绝育的目的,虽然手段也是比较的残忍, 但是相比唐朝的时候已经有着很大的进步了。 后来清朝灭亡之后,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结束, 虽然清末留下了一些太监的存在,但是对宫女的净身却消失了。 古代女子的地位低下,虽然古代是重男轻女的大环境, 但是仍然会受到父母的疼爱, 但是如果进入皇宫中当宫女的话, 却是命如草芥的存在,宫女们在皇宫中的生活。 是一种受限制、残酷和不公平的存在, 他们身负着宽容和隐忍的使命, 并且经历了种种的考验和磨炼。 然而,他们也是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 记录着古代皇室的荣辱兴衰, 无论他们的命运如何, 他们都在默默地为皇室的繁华而付出着努力, 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深思和尊重。 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 这里是妙文史, 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特别人 duは按照, 网顺要尽量体质地赢啦 好 acad Nico的学 对此未经营衢育رت